我很多老哥让小新来拍一下华为Mate X3的512跟点长版 问我到底512跟点长外观有什么区别 它并不像保时捷 保时捷它点长的会多了一个小铁铁在这里 这两个X3的话 它点长跟512的外观是一样的 无差别的 你们看到了没有 该有的东西它们都有 不管是后盖项头都是一致的 只有在内存里面 一个是ETB的 一个是512内存的 知道了吗 所以说出现的信息不多的话 还是用个512就够用了 毕竟能省个230张 230张还是很有用的 没必要去花那种愿望钱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机子 它的屏幕是实质有点轻的 你看 手感也是蛮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这皮质它是不粘子纹的哦 而且现在它插我一出来 这个直接它是崩潸跳水掉了 还是很滋滑的 网速的话 虽然说是刺激的 但是它的网速也不差 挺快的 我打开蓝牙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昂泽市场的老板娘们 都用着什么样的手机 打开这只蓝牙 这个昂泽市场的老板娘几乎都是 哎你看有没有看到苹果没有 根本就没有看到一台苹果 你看肉眼才看到的都是 以昂泽为例你看欧果多 比加多 还是真我 荣耀 有荣耀 有荣耀 看来昂泽市场的老板们都是很低调的 用的机器也不是什么高端机 他们对他们原理就是哎这个手机能用就行 想着去导资料就很麻烦 所以他们不怎么用一般这种用高端机的都是一展示出来 就是形象的象征大老板级别的 大老板 而且人家他们拿去送领导什么的 好了拜拜